Diccan 我知道新記飯店在灣仔區已經有47年歷史 最初就在灣仔道近國泰戲院 我知道你小時候已經在店鋪幫忙 那時你有沒有出新記號 有沒有出去幫忙 那時都有去幫忙 因為那時他們經常都要招待朋友 所以就開飯店 所以那時小時候都會幫忙 即是那時放學 有時回來吃飯 或者幫忙送外賣 幫忙廚房、幫忙聽面 每天都做 基本上那時是很普遍的 那時新記號是做什麼菜式的? 還有你們近國泰戲院 那會不會說某些時段 很多人來看戲消險的時候 會來幫忙吃飯 那時最初都是做 我們叫做做粵菜的 那是那些比較我們叫做 下午餐都會可能做午餐 午餐有碟頭飯的類型式 有飯盒 晚上就是一個晚餐 也有宵夜 分別就是那時 那時候 就真的十一點鐘 跑完馬 或者晚上 宵夜時段 都還有一陣做 或者是放了戲院 都有一陣去做 那時候就比較 你知道啦 拉得長一點 起碼有時 真的做到十二點一點鐘 才收工 那時候灣仔區是住宅區 那時候就叫做住宅 現在變得比較商業區 那時候住宅區就是街坊 大家都比較熟的 當然也有外來人來 來做生意 或者吃飯 或者跑完馬過來 那些地方都有的